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幾何時 鹹魚是每家每戶必有的食品 是窮人的一物 歌仔都有得唱 鹹魚白菜也好好味 家裏貧困的連罐頭都買不起 鹹魚就是送飯的主食 但今時不同往日 時限年輕人即使去到手樓吃魚香茄子 都未必知道食材是鹹魚 鹹魚這個名字 似乎已經不在年輕一輩的認知範圍裏 世界衛生組織 最近將鹹魚列入為一級致癌物 因為在醃漬的過程 會加入大量的阿燒酸鹽 令腸胃患癌的風險大大增加 令港人對鹹魚卻步 因為現在很多人喜歡健康食品 還有這些鹹魚有大量用鹽的熱製 即不是健康的 所以很多人都吃新鮮的和有肌的食物 所以鹹魚衣養的魚 很多人很少吃 有醫生指出 其實只要吃少點鹹魚 平時飲食得到轟行 就可以大大減低患癌的風險 鹹魚既然得到翻山 作為一門手工藝的它 其實是由一班水上人去業績出來的 而水上人的意思 其實在水上居住 多數以捕魚為生的漁民 在香港 業績鹹魚的水上人 多數來自長洲和大澳 當中就以大澳的產量最多了 從歷史來說 它是全香港最大 產量最多 停產期最遲 到1950年代才正式停產 所以有這樣的狀態 過去沒有冰做保鮮的時候 漁民就是用這些鹽 來做保鮮的作用 大澳位於珠江河口 有駐地利優勢 自然為漁民帶來大量的漁獲 它是近岸作業的 而大澳大家經常聽到 那些鹹魚叫什麼黃花 曹白馬有牙帶這些 其實過去就是 很多時在大澳水域外 一帶就拿到的 所以為什麼大澳會聚居到 那麼多漁民 其實它不用去得很遠 就是它因為在一個珠江口 鹹淡水交界之下 是很多這類的所謂名貴的魚 這樣就可以拿到回來 維持於珠江河口 鹹淡水交界 令到鹽的濃度低 減少本身的苦澀味 而令到大澳鹹魚這麼出名 莫過於是它的製造方法 大澳的鹹魚 它們叫做蜜桃鹹魚 它的做法是不劏肚 然後就這樣 整條魚醃製 很多人說不劏肚 裡面的內臟怎麼搞 這就是大澳一個人的所謂秘技 它們會用一些工具 將魚裡面的內臟 在塞的位置畫出來 然後創鹽進去之後 原來鋪在一個箱裡搭著 醃一晚 拿出來沖洗 然後曬 這就是大澳鹹魚的特色 除了蜜桃鹹魚 水上人家也有另一種 開吐鹹魚醃製方法 首先要將冰鮮的魚浸水進行解凍 然後進行打輪和浸淡水5小時 之後就是開吐取出魚腸 這就是與蜜桃鹹魚最大的分別 將鹽放入魚肚和魚塞的位置 放入桶裡面醃製 再在上面鋪上一層又一層的鹽 醃製7天之後就可以進行風乾了 經過醃製之後 鹹魚會拿到門市進行批發售賣 大澳的鹹魚都是自己拿回來的 所以很多時候每一家自己都會曬鹹魚 可能自己在本土賣 或者有多的就會批發出去 例如西環的地方拿去賣 除了在當地發售 亦都有部份的鹹魚 會令到拍賣行進行拍賣 在西營盤的德庫道西 就有一條海尾街 在遠處就已經有一股鹹魚香 當中就有一個石果僅存的鹹魚築地 是圓城行 圓城行在每個星期的清神 都會開盤拍賣超過100箱的鹹魚 這種拍賣的方法已經沿用超過半個世紀 他是圓城行第三代話事人王志賢 每個星期他都會代表課主 用拍賣的方式進行分銷 再批發去到港九新界各個零售點 我們是用算盤比價的 3、4、5 這個也是當5 那就是6 而這批買手 每個星期都會來到圓城行 參加鹹魚拍賣 拍賣一般都會用暗盤的方式進行 賣了之後誰買 我們是賣的 全世界都知道誰買多少錢 三下六 陳興 賣了貨就給價高者得 我們擺出來的全部通流 問題是他認為貨好就比貴些 貨不好就比便宜些 賣不賣在我手上 我認為價錢對的就賣了 不對的可以收版 圓城行的成交量一直下降 正正反映著鹹魚行業的色味 我們現在吃到的鹹魚 多數來自曼加拉、越南、泰國 經過加工之後運過來 本地製造的鹹魚 確實是賣少見少 鹹魚的品種同樣地一直萎縮 由以前的第一芒、第二倉 去到今時今日 只是剩下馬友、曹伯 令到鹹魚行業 慢慢地變成一條真真正正的鹹魚 魚一路色微 魚鍋少、原料少 以前的行家多數都是加工的 上面周時都有天棒 用來曬鹹魚 他們在那些欄口裡買了那些魚 買了那些魚回來 然後回去加工 以前我們都是做那些大陸的 大陸離貨的 那些水餡我們叫做半成品 在那裡拍賣 晚上早上三、四點鐘 就在碼頭起貨回來 五點鐘就開盤賣東西 那個時候很厲害的 很旺的 市場又有東西來的 在香港魚市場 香港仔魚市場又有東西的 變了那些人買了回去 再加工 在天棒再加工 再加工 曬過 即是逐重新整理過 這樣就再拿出來賣的 那時候很輕旺的 但是現在要做沒有的了 變了做海美舖 海美舖叫現在鹹魚欄 就變了海美街 就是這樣 變紙法的香港社會 傳統的手工鹹魚 難道兩隻真的沒有融入的空間 如果這幾年間 這十年八年 我想都沒有變 因為它 沒有可能在網上來拍賣 要看貨 聞一下那些魚 摸一下那些魚 你就這樣看板 看照片 看不到它的質量是什麼 無論鹹魚拍賣 還是業製鹹魚 兩者都被不開武年輕一代入行 追不上社會的變化 而令到他們慢慢被淘汰 現在也開始從事這個行業的人 越來越少 年輕一輩也未必會回來做 所以那個曬鹹魚 這個現時來講 就沒有以前那麼蓬佩 始終大澳這種鹹魚的方式 都要有一個社區這種氛圍 即漁民社區這種文化維持到 這種曬鹹魚的方式才可以持續 業製鹹魚其實早在2014年被列入 非物質文化遺產 要保住這股鹹魚香 政府絕對是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就說要延續的 第一 政府要怎樣去保留大澳的文化氛圍 第二就是政策的有事 令到他們的成本減低一些 令到大澳的人仍然會覺得 我退後回來還可以 有一種謀生的工具 鹹魚這個行業漸漸走向直釀 社會一直這樣進步 但鹹魚只能夠見步行步 鹹魚曾經陪伴市民走過不少歲月 現在只能夠希望有更多人的認識 留一個紀念